王一博野蛮生长二搭赵丽颖,却沦为男配角,这或是转型策略 野蛮生长这部剧最近的热度不小,虽然只是在筹备中,但是因为选角的原因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据悉,女主角是由超一线女星赵丽颖出演,她自从生子复出之后只播出了有斐这部剧 而该剧的口碑却远不如跟冯绍峰出演的知否,所以赵丽颖也一直在尝试着转型 都说女明星结婚之后演艺道路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因为年纪大了再出演少女会被观众诟病 而出演一些配角又不甘心,总是接不到好剧本 赵丽颖作为一个当红女星,自然是不用当心没人邀约 但是之前的她一直都出演古装少女之类的角色,现在的她也该突破自我了 就如之前拍摄的幸福到万家,还有筹备中的野蛮生长都是转型的最佳作品 野蛮生长这部剧是改编自小说不得往生 据说赵丽颖将跟王一博再次合作 不过这次王一博或者不再出演男一号,而是甘愿饰演三番男配角 原著中的男主角人设跟王一博的年龄不相符 而且王一博的演技阅历都不足以支撑这样一部证据的男主角 所以最近也有人爆料称男主角,并为王一博,他或将担任男配角 之前王一博在有匪中跟赵丽颖合作出演CP,也担任了男一号的角色 但是如今却传来他从男一号变成了男配角,确实有些意外 王一博自从出演陈情令爆红之后,在圈中也是妥妥的顶流男星 如果说演技实力无法跟前辈相提并论 那么出演一个古装年情剧或者现代偶像剧中的男主角,应该都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吧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他的咖位下降了 其实王一博的流量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他经济公司乐华主要是培养年轻的偶像 在跳舞唱歌方面的资源是非常多的 但是影视圈方面的资源却比较少 这也可能是王一博拿不到好剧本的一个原因之一 另外,这也可能是王一博自身的一个转型策略 之前的他一直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晰 没有专注于一个领域,让人感觉很模糊 而到了24岁这个年纪,王一博大概了对自己有了新的规划 不能总是出演一些青春偶像剧或者古偶剧 而是扎扎实实沉淀自己的演技 在一些良心剧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从而更好地获得观众的认可 所以这大概也是王一博为何能甘当绿叶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目前《野蛮生长》这部剧还没有官宣演员阵容 我们还是要静待好消息 即使王一博只是出演男配角 也是他自己的一种选择 期望他的演艺道路能越走越好 你有什么看法呢?能不能接受王一博出演男配角?